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,54岁冠妾陈锦鹏利用毒品招揽成员,组成妾道集团,在大台北地区四处行妾工地及民宅,从去年10月开始,至少得手20余次。 其中有工地遭窃价值上千万元的电纳线,刑事局警方追查多日,待陈南等六贤,并在他位于新店山区仓库,起出大批脏物及安非他命毒品,寻后一切盗罪贤送办。 刑事局真似大队表示,陈南偷的物品琳琅满目,大部分有价值的脏物早已变卖,其中光工地偷来的电纳线,出估变卖所得就于400万元。 另外警方也在现场搜出古董字画,包括郭台铭曾花千万买画,知名艺术家施哲三的作品,但警方无法确定是否未真迹。 尚在确认中,警方经三个月跟肩,发现陈贤窃到集团分工明确,先由陈贤窃取作案用车辆,令二贤负责寻找刑窃目标及刑窃,料,张二贤负责搬运赃物,窃取后的赃物除销赃店卖外,大部分赃物藏放在陈贤位于新北市新店山区仓库存放, 本周玛利亚台风侵台前夕,专案小组埋伏发现,陈贤正在该仓库进行防台准备工作,专案小组见机不可施,在台风天清晨住内搜索,查扣安非他命47.5公克,90子弹一颗,家具,家电,电浪线,电机用具,画作,一瓶等赃物一批,陈贤虽对案情避重就轻, 但现场查扣的赃证物经部分被害人指认,确实为失窃物,警方呼吁,若发现自己失窃物品在本案赃物中,倾诉与刑事局联系指认 请更多考虑 感谢观看